好 今天我老乡 他也是我们湖南那边的 你是Lowdy Lowdy 好久不见 也是我的粉丝 每天都会看我的视频 他今天到我家来玩一下 好久想过来的 昨天打电话 我是在机子宣承 然后带我媳妇去产检 所以今天打电话 我说我今天在家 所以今天过来了 还买了东西过来了 我说不要买东西 空手就过来就可以了 我们都是老乡 我们也是七几年过来的 他也是九几年搬过来的 他是种果树 下次我也跟这位大叔讨念一下 种果树怎么做 他种的那个柚子树 柚子很大一个 然后还有橘子树 他那边全部是果树 还养牛 养猪 他家里养了牛 养了牛 猪养了牛 他的牛不跟别人的牛一样 他的牛一头母牛 可以下两头小牛的 他是配种 配出来的 上不胎的牛 上不胎的牛 他那个就是下上不胎的牛 所以就今天过来了 哎呀 没什么好招待 来喝喝喝 喝点开心啊 喝点开心 你家里今天养了多少猪啊 4个5个 养了那种什么猪 香猪也有 白猪也有 香猪 他家里养了香猪 香猪是黑色的猫啊 他那个猪长不多大 长了一百多斤啊 差不多的 只能长一百多斤的香猪 然后还养了那种 扎椒的白色的猪 那种猪就长得大一点 长了可以长三四百斤一头 过年我也有四百斤啊 是啊 那个肥肉啊 特别特别的厚 我去年都买了那种肉做腊肉 那肥肉这么厚的肥肉 养牛也是吃草啊 吃玉米的 确实啊 都是种黑莓草啊 种草给他吃很辛苦 那大叔种了十几毛 他家里他家里的儿女真妻啊 都是大学生啊 考了几个大学生 两个 两个大学生 还有四个小孩啊 五个小孩 五个 三个女儿 三个女儿 两个儿子 嗯 他是挺辛苦的 他不是一般的人哦 这个大叔 我接着一下 他是退伍军人哦 打过朝鲜啊 打越南 哦 越南 打过越南 所以说我到他家里 看那个墙上 挂的全部是宣章 那个奖章 都是大把的 挂在那墙上 下次我也到你家里去 拜访一下大叔 要跟你多多学习 因为我 我最崇拜是 他是当兵的呢 嗯 所以那大叔在那边 也是 也是在那边 也做了三层房子 对吗 家人那装修挺不错的 那环境 下次我们到那边去 去拜访一下大叔 大叔啊 我带你去看我的鱼塘 哈哈哈 第一次来 哎呀我到他家里 我也是第一次去那里 还是三年前 这是我的鱼塘 我那鱼塘没多大 养了一点鹅 养了一点鸭子 我每天都搁点红薯苗啊 那搁点草放下去 我上半年我放了一百多头草鱼 大头鱼没放多少 我上半年全部吃的那个黑莓草 差不多大的有两斤七八两了 它全部是大的 它小的不死 说不定那天 那个天气不好 有那个绝花氧气 啊 这我种的黄豆 也打一 又打一农药了 这田全部是我的这一块 我这边鱼塘多 他们夏江那边搞了几个鱼塘 我们这边他不只搞田 只能搞地 我这里是茶园搞的 我这以前是种黄豆种茶园 那边是夏江有茶叶嘛 有茶叶山有梨树有摇梅 他一直到他的水库那边一直修通了 全部是北游路修了 比这个路修的宽一点 修了六米宽 我大哥搞西瓜来了 来大叔吃西瓜 吃大的吃大的 来吃一吃 你也搞一块 好 大叔你坐一下啊 我去做饭 我做饭很快的啊 吃饭了 来来来 我大哥的招牌都是网络鸡 好 我们吃饭了 好 那个鸡把它围起来 我要种菜了 哎呀 他们有一天排到我菜园里面 我放了一点那个鸭粉跟鸡粉 全部给我把那个菜全部给我做死了 所以今天把那个鸡围起来 我又要种菜了 马上冬天的萝卜 萝卜是一个好菜 是一句实话是说 夏天将来冬吃萝卜 萝卜是一个好菜 我们开始了啊 现在我的镜头 剥了手 来 我先把这个拿走了 我先把这个拿走 我先把这个拿走 把这个拿走 我先把这个拿走 让你做什么 把这些拿走 我找到四季的芬芳 我得到心爱的姑娘 我找到灵魂的帆向 我得到梦想的天堂 我找到四季的芬芳 我得到心爱的姑娘 我找到灵魂的帆向 我得到梦想的天堂 我的鸡围在这里 全部把它围好了 一点缝心都没有了 这下不会跑到我园里面去吃菜了 这下放心了 可以大胆地去种菜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